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欢迎收看正真有词 好 那今天全中华民国 大家都在关心的就是 洪荒之力 好不好 然后再来就雷神之锤这件事情 这个华人世界最瞩目的离婚大战 你以为结束了吗 看起来还没有结束 还在往下走 那还有哪一些 大家都想知道的一些内幕 听听看现场来宾 怎么告诉你 好 一开始为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左手边第一位资深媒体人 丁雪伟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许晟梅 大家好 右手边第一位是 资深心理师吴佩颖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律师李怡真 大家好 你那个口气 基本上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有 等一下再说 这两天你也被扫到 对啊 气死我了 等一下再说 要不要让他先讲 对 你观看怡真讲就知道 好 平常怡真讲了非常多 帮大女人出气的一些东西 这件事为什么扫到他 他待会会告诉你 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一开始 是没 雷神之锤 三天七锤 锤到这边 感觉上通杀 大家都以为说 当王立宏已经跟你讲说 好 我道歉 我暂退演艺圈 那房子要过户给你 事情应该嘎然而止 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 那这几天这几锤 到底重点在哪里 王立宏的第一篇离婚声明 有几个重点 我跟静蕾都是简单的人 生活很简单 第二个重点是 即使离婚之后 我们还是一家人 讲完之后 王立宏很开心的去出席 这个汽车的代言记者会 几个小时之后 来咯 五千字的控诉文来了 我先讲一下 反正你也读过了 这五千字的控诉文呢 已经全球大概有23亿 那在我讲的当下 应该要超过24亿阅读率 超过哈利波特 当然接下来他很多的控诉了 包括从结婚那时候开始呢 他就接受王家人的冷暴力 不断的质疑跟羞辱他 那接下来 当然他有几个重点 还包括王立宏在 结婚前就花心劈腿 这你应该都了解 你甚至了解比我透彻 结婚后 一样对婚姻不忠 还有对我们身为太太的人 最不能忍受的是 你知道在他婚姻当中 至少他们住在一起时间是五年 后面有几年是分居 这五年当中 李静蕾生了三胎 也就是说他人生的黄金时间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大肚子 可是在他怀孕 要生小孩这当中 王立宏都对婚姻不忠 都花钱买快乐 那对太太来说情何以外 对不对 这里面被影射到其中一个人 是白兔里面的Yumi 这个妹妹 那Yumi当然就发声明说 没有这件事情 我已经去报警了之类的 你知道雷神之锤为什么厉害吗 你不睡他也没睡 他们立马就说 那你把警方联络电话给我 我直接提供证据 这个效率惊人 但是这是他们婚姻主轴的另外一件事情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 王立宏没有任何声音 从这个厦门回到台北之后 在隔离当中 王爸爸出手 奇怪 这种事件都会什么爸爸妈妈会出手 那王爸爸意思就是说 2013年11月我接到立宏来的电话 他告诉我说他跟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在月经之后的 一周他们发生的关系 两周之后竟然说他怀孕了 你不觉得这个内容 真的也是毁了我们三观 你这个做儿子的需要跟爸爸报告成这样 他说我们召开了家庭会议 只有我一个人赞成结婚 其他人认为千万不可以 我到现在非常的后悔 非常痛心 这篇文章就是去谴责 李静磊是挟胎逼婚 让我的儿子活在痛苦 剧烈的痛苦当中 王爸爸的文章出去之后 李静磊也马上就回文 就说他很同情王爸爸 因为45岁的王立宏 还需要爸爸这样子发这个文章出来 然后当然李静磊也有一个重点 是说我没有逼婚 这个孩子是王立宏要生的 而且我都怀孕了 他还告诉我说那你堕胎好吗 还有一些重点非常多 那之后终于让王立宏发声明了 可是他第一篇声明也很妙 他是去攻击李静磊 还说李静磊让他在婚姻当中 受到了恐吓威胁 非常痛苦 李静磊也立马就回击了说 我们的确都看了心理医生 可是重点是我的确是受到你的情感勒索 好总之这林林总统发展到现在 大家会觉得结束了吧 谢律师你觉得结束了吗 没有本来大家都觉得说 当王立宏已经第二篇声明出来说 道歉然后暂退演艺圈 那个房子就应该要给李静磊 都已经讲完以后 李静磊不是也说不告了 大家就觉得说 所以很多都用61小时 今天61小时 觉得事情结束 但没有想到没有啊 没有 这两天接下来出现的几个 包括他发了一个不是 那个黑人跟范范 没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 那大家就来讲说 那要影射谁呢 要影射包括徐柔群吗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就是 Yumi今天的新闻出来 Yumi说是不是有推药 OK再急救又出来这个 然后媒体上又出来了一个是 早在2000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讲说 他们一起去看电影 这也是李静磊里面写的啊 是 所以你看就媒体上面报道说 那个是不是阿妹 OK跟阿妹 就是坐在同一个电影院里面 看着是不是阿妹 我的天哪 这件事情没有结束 就是有一个细节啦 因为今天最新的消息 当然就是说 因为李静磊的这个 签字控诉文当中有提到 当时呢 他跟王力宏去看电影的时候 当时他的绯闻女友是坐在后面 看了同一场电影 其实我们大家都想了解 那个绯闻女友到底是谁 今天已经揭露了 就是阿妹张慧妹 那当时王力宏跟张慧妹 的确有这一串的绯闻的报道 然后又说张慧妹呢 知道王力宏跟一个美国 回来的朋友去看电影 所以他就找了朋友 显然要去抓什么之类的啦 的确在戏院门口 就真的碰上了 叫巧遇 这真的都不是重点 我看到的一个重点 什么 张慧妹呢 其实蛮喜欢王力宏 彼此感情很好 所以他有去见过 王力宏的家人 他跟他家人拍一张合照 王力宏把张慧妹 那个部分 把他删掉了 Key掉了 妙吧 然后很多年之后 换成李静磊的时候 李静磊不是嫁进王家吗 李静磊从来没有跟王家人合照 王力宏就把李静磊照片 Key在他的全家福里面 这样大家懂了吗 这男人在想什么 为什么他跟王家人没有合照 而且更妙的是 他为什么要 是要塑造一个全家 和乐融融的感觉吗 我是一个跟你在一起 八年生了三胎孩子了 然后我没有跟你家人 合照 把照片Key上去 然后发布给记者 你觉得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除了是生孩子的机器 我还是你的审主牌 因为我是你的审主牌 因为你对外都说你爱家爱死 对不对 但学伟 王力宏的那个声明 说实话 本来都以为真的 他发完那个以后 事情就结束了 所以媒体都61个 今天61小时 可是那个声明里面 好 你真的再看那个声明 是不是真的表示他错了 他道歉 哪有真的道歉 从那个声明 其实漏洞百出 为什么 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来看 不要说女人 站在男人的角度 都觉得说你讲这个根本就不是 而且现在又讲出来 他那个道歉声明 根本就是之前女网友 在他的留言里面的这个范本 你几乎把人家女网友 写的范本照超过来 那个相似度百分之七八十 对不对 还那个女网友的那个老公 还写说你看 如果有公关公司 对我老婆的危机处理 觉得不错的话 请跟他联系 你因为说 他一开始就讲说左思右想 还是应该要承担起所有责任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根本就是只要是身为人 你就要担起你应该有的责任 对不对 所以还左思右想 这人脖子有想就知道了 第二个他讲说 我暂时退出工作 你看他搞不清楚 现在是工作不要你 不是你不要工作 最后一点我是觉得 你这么高的人 为什么这么小气 他那个房子 有没有说过户 给到那个李靖蕾的名下 我就跟你说卖了再说 而且你现在公司 现在那个房子 现在是列明在公司名下 对不对 我如果现在把它卖掉的话 你以后执行执行得到 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不要这个 这个只是障眼法 而且那个男人 真的不要小气 尤其在这个当下 你还这么小气的话 真的不要玩了 好 那我在讲说 其实这个问题的增结在哪里 我常常讲说 女人是想要一个完美男人 对不对 那男人就是想要玩美女人这样 你不觉得吗 王力宏的心态就是这样 对不对 脚踏一条船 随时会翻船 脚踏很多船 翻都翻不完 所以他现在就是 弄了很多船 你看那个 五年来跟李靖蕾生了三个小孩 你知道女人的孕期 有沒有 怀胎十个月之后 你还要坐月子 还要俘虏干什么的话 他真的很辛苦 有人讲说 他不是在生孩子 就是在生孩子的路上 对啊 成长五年三胎 你怎么算大概 真的忙到不行 一胎 你说忙到说 可以喘口气的话 大概一年半 对不对 你说你看五年就三胎 就四年半 就差不多了 很明显就是取回家 帮他们传宗接代 那我再讲一下 其实这个时候 这个租队友真的很多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范范跟黑人 他不是叫他说 你要帮我讲一下话 对不对 那讲一下 李靖蕾又讲 他说 他讲说 黑人跟泛泛夫妇 跟王立宏 没有不正常关系 对 你不觉得他讲这句话的话 就告诉你 在宣誓有 某些人说 来啊来啊 快来说啊 对不对 就是有些人有不正常关系 只有反面解释 而且他要那些人 有不正常关系 就是说快出来说 快的 依照他之前 你看那个徐若欣 可是徐若欣会不会 他自己会不会觉得 他已经发了两次声明了 告诉你没有 中间第二次声明 还直接跟你讲说 他没有对不起他先生 没有做什么 他都已经讲到这样 可是当李靖蕾 这个黑人泛泛这个声明 一出来 所有的网友 全部就开始自动在点名了 就变成这样 可是他不觉得 他会不会觉得他也很无辜 第一时间 徐若欣出来讲那些话 很明显就告诉你说 我是跟合作厂商 还有那些社会大众 支持者 他是跟他们道歉 跟他们解释 他避嫌 对不对 他不是在跟李靖蕾道歉 所以李靖蕾看得 当然很不爽 他指明指得很清楚 他明知违反规定 也要非奔去找他家 去他家聚会 这个你把新闻对照起來 叫做非奔到谁家 对不对 那就是徐若欣他家 他已经指得这么清楚 那你现在要告诉你说 当天拍的那个照片 里面就五个人 就陈子虹 王力宏 徐若萱还有范范夫妇 对不对 那你现在说 范范跟黑人没有 那剩下 不会是陈子虹吧 所以就是你看 那到底是谁 我不称刚才 而且徐若欣那天出来 他只是犯了一个最大错误 他說 只要是恶意 攻击引述的话 或是怎样 他一定要告 是 都告对不对 你应该去告李靖蕾 你告那些人干什么 对不对 而且他那时候还cue王力宏 说 赶快出来化解 对不对 你不要殃及其他无辜 对不对 那我觉得徐若欣真的搞错对象 你知道吗 你今天王力宏都快淹死的人 你叫他出来救你 那一个快淹死的人 你叫他拿你一把 不是两个人一起死吗 所以这很明显 就是说徐若欣从头到尾 他已经失去了 那个针对的目标 所以你看 李靖蕾说起来 他真的是刑事侦查犯罪的高手 今天你讲有什么东西 我马上证据拿出来把你打死 他根本比亚研究所 读的是犯罪侦查学嘛 不是 对 应该不是嘛 可是社会学也有关系 对 但是你必须说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点真的都回到了一些的重点 那余蓁 这整件事 包括连许若欣的声明 当初出来 我在媒体上面有看到 你也说 怎么会写出这么烂的一些声明 很多这一类 而且整件事情 你从刚才一开场那个口气 就让大家觉得说你很不爽 来 让你一次发现一下 为什么不爽 好 来 这件事呢 其实就是上一个周末 其实上一个周末 我礼拜五好不容易排出时间 是我们全家人的那个家庭日 所以我礼拜五下午 我就其实就已经在花莲了 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天 我是中部人 我921的时候 我是睡死的状态 我根本没有惊醒过 那一天是因为 突然睡到了凌晨1点的时候 我手机突然我听到 啪 掉到地上的声音 因为手机震动 一直震震震震 震到掉地上 震到它那个床头 跑到地上 掉地上 我一拿起来看 哇 讯息怎么这么多 然后我就看了 我就看奇怪 因为那时候1点多 我就看奇怪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些截图 然后有一些什么简体字 还有大陆网友的一些回复 我想说李静蕾写了一堆东西 那时候1点多 我一直看一直看 因为身为律师 你不可能看到什么 你就要去评论什么 那但是当下我手机的讯息 就是每个人都想要听我的意见 那时候已经凌晨1点多了 那我看了以后我想说 我到底是看到了什么垃圾吗 然后但是我又仔细看 好像不是因为它写得很巨细迷移 而且有些情节 我好像依稀仿佛在之前的新闻 曾经有看过相关的情节 后来我就自己去查核 做滴滴嘛 然后查核去看说 到底是不是李静蕾被盗上号 或是有没有人 这是有人在引起波澜 就确认了以后 发现真的不是 是李静蕾本人写的 我在3点多的时候 我就发一个文 因为我觉得他已经 因为大家都要听我要讲什么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 关我什么事啊 我为什么我讲什么很重要 那我就在3点多的时候 我就PO一个文 我就说我觉得李静蕾已经写得非常清楚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 那就是总结一个字就是烂 烂透了的烂 然后什么优质偶像 你根本就是变质的偶像 嘔吐的对象 我就写这样子 后来没想到3点多 我记得3点半的时候 那时候我一发文 我真的死肉粥 没有在凌晨3点发文过 我的留言区是跟菜市场一样 一堆人一直在说 李律师我等你的发言好久了 我们就是在等你什么的 然后大家就在讨论 然后之后立刻 徐若萱的第一篇声明就出来了 然后听说也是错字白 然后又删文又党留言一堆 后来我看到我就想说奇怪 你到底 那个李静蕾的文才出来没几个小时 你一下子就立刻出来对号入座 因为我刚才讲 我看内容我觉得那个情节 只是新闻的情节有点像 但是我不能特定到底是谁 我只想知道说这个已婚太太 骗老公的到底是谁这样 就没想到徐若萱自己就发一个 一个对号入座 就说你不是他什么恶意公结什么怎么样 我心想说你也奇怪 不是你你干嘛突然澄清 你不讲人家还不知道是你 你一讲人家就觉得不就是你 而且又赶快去挖你之前的那些IG 跟人家先生的互动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搞不清楚状况 而且他还叫王力宏要出来澄清 叫王力宏先生出来澄清 我心里想说李静蕾他在离婚的消息 被放出来以后 就已经被冠上强势的作风 要管王力宏的什么经济 然后什么跟婆婆婆媳问题 我还记得我上一集来录 我也是在分享我婆媳的关系 还在那边说什么婆媳有问题 那我心里想说你王力宏 你不帮李静蕾澄清这些事情 怎么会去帮一个已婚的太太澄清 没有这件事呢 我心里想说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而且再者你第一时间 你不应该发这个澄清文 你应该是说私底下 赶快去联络李静蕾 李静蕾他有公开的帐号 他有IG 不可能联络不到 你私底下去跟他解释 就说你真的误会了 我看那个情节 而且你造成很多网友 可能会对我对话入座 你用这种方式处理才是对的 你让李静蕾出来说 我在讲的是另有其人 你就全身而退啦 你不用去发一个声明 又发第二个声明 而且你第二个声明 还挖律师出来 然后那个律师 也不太像一个正式的律师 然后就说要对 才要继续讲的人要去告 现在是言论自由的 民主的国度 你到底要告谁 你要告的是告李静蕾 但是你敢告吗 你如果一告 雷神之锤出来 又拿出一些什么东西 你承受得了吗 大家也看现在可能他就 也都没有生意 那黑轮泛泛这件事情出来以后 你觉得对徐若萱 是不是另外一种伤害 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很无辜 他也发了声明 发了什么什么 可是当你用排除法 你知道大家现在都在用排除法 那排除法就像刚才修会讲 那个排除法一出来 对他会不会造成另外一种伤害 因为那个声明一出来 我心里就想说 那李静蕾到底敢不敢 就是直接说 对 我就是在用删去法 但是后来我看那个新闻 新闻好像有去求证 他说那你这样子是不是 就是在暗示徐若萱 他也很聪明 他就说不是 他没有必要说他是或不是 因为他今天只要说是了 他可能会节外生枝 可是是不是 其实用眼睛看就知道 你用膝盖想也知道 他今天如果真的不是 他就再多加一个徐若萱而已 那有什么难得 多take一下一个小老鼠 这样take下去 徐若萱不就了结了吗 但是他私底下 是人家问他 他才说不是 但是他也没有多讲 那究竟有没有造成伤害 那徐若萱你自己去举证 我是觉得没有啦 但是你之前跟人家人夫 如果这些事是真的 那如果你之前真的跟人家 人夫就是有这种过重甚密的 这些事 然后让人家太太不太谅解的话 那或许也是一种伤害啊 OK 那佩妍请问一下 这整件事情 本来都以为可以嘎吶而止 因为毕竟有三个孩子 OK 我相信他也会 帮三个孩子想 他也说不告了 因为你要想到 人家有讲说 那你以后小孩长大的过程 人家说你爸爸是王力宏 然后妈妈 然后当初大家讨论这些事情 对孩子的存在 现在也有人在 从小孩的角度看这些 所以本来都以为要干涉 可是看起来没有耶 那为什么 他真的是心里面 那个怨到的就是 即便王力宏已经说要暂时退出了 但是他还是要把这些再点一下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我觉得其实是 王力宏他这整篇道歉里头 我没有道到心肯上 OK 因为他道歉可能只是讲到说 有伤害 可是他并没有真实 让李静蕾感受到 你真的懂我心里 到底有多么委屈 多么怨 我觉得是这个东西 可是你知道我觉得 从王力宏的道歉 到这件事情 暂时看起来嘎然而止 我看到一个现象是 他是雷神之垂 已经垂了七次八次 才换来这个东西 那过去八年呢 过去八年他的委屈 他在这个王家里头受的这些难堪 他可能已经跟王力宏 讲过N百遍了 但他获得的是什么 可能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看到其实是这里头 这么强烈的去争取一个 就是清白的民生的过程 我只换来这样子 你暂时暂退演艺圈 然后你什么也都不解释 佩妮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这八年来 那其实李静蕾这八年来 也很能忍 我的意思是说 他过程当中 如果不是真的到最后离婚那一刻 然后当王力宏他们发了说 对 因为这个新闻一开始是说 王力宏离婚了 大家说真的假的 什么什么的 然后本来都有没有 而且王力宏刚刚讲说 第一天就开始他什么 汽车代言的工作 没有 除了这个以外 他们才发表说 接下来他就什么 有世界巡回演唱会 类似这些 大家当看到这个时候 接下来就出现雷神第一锤 对 我跟你说 他前面六年 还有包括分居那两年 他都可以忍到 不发任何知智片语 等到事情真的就是要这样了 那我就一次给你干开了 对 他为什么心里面可以忍这么久 我真的觉得 真的天王嫂不是凡人可以当的 是雷神才可以当 最重要我觉得一件事情 是他其实在这个婚姻里头 因为他是天王嫂 我觉得他是里里外外 他都要能够做到非常好 这是一个凡人不能做到的事情 你在家里如果你有很多愿 其实说真的你要一直保持微笑 我觉得这个难度很高 然后再来第二个是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很迷恋王力宏 他每一张照片出来 他看着王力宏的眼神 那个眼神闪闪发光的那个爱慕 其实真的是没办法掩藏的 所以他可以因为很爱女人 我真的觉得女人可以因为很爱很爱一个人 在关系里头有很多的委屈求全 可是我觉得在他身上又有另外一个 不太一样的成长背景 是因为在爸爸缺席的环境里头 其实多少都会让这个女儿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对爸爸有很多渴望 或对这个家里头 一个完整的家的渴望 其实会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强烈 就会他会希望说 我已经前面的家庭是这样 其实我后面的家庭 我很希望保持他的完整性 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一件事情是 他这个忍受度其实大于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可能你知道 从小我就习惯家里爸爸都要回来 如果就是男人一直都没有回来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觉得这个家好像少了什么 好像很多事情都是我在待 可是从小我爸妈不是长这样子的 可是如果我从小看到 其实都是妈妈当很多事情 你敬累他也会穿上那个妈妈的盔甲 然后去办做好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当这个时间拉很长的情况之下 其实真的人心还是会累 如果我现在我因为很爱你 然后我也愿意为你们家 做了这么多事情 可是离开的时候 你总要光荣地送我走吧 可是离开的时候 你总要光荣地送我走吧 我怎么会在离开的时候 我的这个名誉或者是我的存在 也被诋毁了呢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承受的 我请问一下换一个角度讲 那王立宏 他怎么会在最后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让他走 就像李建人我记得他一开始也讲说 如果到最后要分手的时候 你还要诋毁我的人格 还要什么什么 这就是你刚刚讲的 就算走 你也在后面掌声鼓励鼓励 然后铺个红地踩让我走的感觉 那怎么会走的时候还在后面 感觉到后面 从我后面再踹我一脚的那种感受 王立宏难道不知道这样子 你只会把人家逼上绝路吗 到最后好吧 那我就跟你与死网破 是啊 其实我常常会说 你没有办法好聚的人 通常也没有办法好散 你没有办法聚在一起 就是好好对待对方的时候 你散的时候 其实可能就是嘎然而止的散 可是我其实在想 其实王立宏可能 他这一辈子都是很顺遂的 他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风波 其实都有人帮他挡 你知道这会行说 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当我决定要什么 我就要做到什么 就不应该有任何人阻挡我的路 任何人阻挡我的路的人 其实你都会被我视为是阻碍 或者是你是有病是不是 你怎么可以阻碍在我的路上 所以他就会很想办法去清除 任何跟他声音不一致的 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我其实觉得李静蕾他的辛苦在于 其实王家仁可能都用 同一个眼光在看待这个媳妇的时候 其实在离开的时候 就是希望说我们都讲好要离开了 可是他没有真正去思考说 这一个人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的时候 你们能不能听一听我的声音 当我的声音一而再再而三 没有被听见的时候 我当然要非常的大力来反击 或者是昭告天下 因为我其实我也用过 就是很理性的方式跟你说 你能不能帮我说说话 我觉得媒体上这样说我 其实非常不公平的 可是王力宏完全没有回应他的 这么一个微薄的需求的时候 那我就会觉得 那他只能绝地大反攻 OK 因为这整件事情 包括到今天的发展 你会觉得 这个过程每一段都好有戏 媒体怎么样 我要讲 因为我刚才都还没讲完 王力宏那两篇道歉声明 根本就是废文 为什么 因为第一篇的声明 第一篇声明真的非常过分 我看得也非常的火大 因为那时候其实在我的留言区 然后就会有一些网友 敲碗说 李律师以你专业的角度 你觉得给王力宏什么建议 那因为我都习惯跟网友开玩笑 我说第一就是下跪认真道歉 第二呢 就说你的前妻有精神病 然后一切都是他幻想出来了 没想到他第一篇的那个声明就是这样 真的就照我第二个建议去走 他不下跪道歉 然后照我第二个建议去走 重点是大家如果 因为他那一篇已经删掉了 他那篇如果大家去看 他的用字遣词 那个称谓全部都是不一字 一会儿说什么西村美智子 我真的从来没听过李靖蕾叫这个名字 那后来才知道说 你故意叫人家西村美智子 第一你想要挑起那个中国反日的仇恨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这个西村美智子 对那个李靖蕾而言 他其实他小时候的伤痛 那他不想要跟这个名字连结 你根本就是在欺负他嘛 那第二你用一回又他 一回又我太太 一回又李靖蕾 一回又西村美智子 然后重点是你说你很害怕 你被勒索 你被怎么样各种就是被逼迫 我心想说你被批破被勒索 然后你三年 五年你可以生三个小孩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然后最后 然后你再来说 好像一切都是 把他塑造成李靖蕾都是他在发疯了 他全部都是他幻想的 你不认真道歉 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时间 我们大家都在关注说 王力宏你李靖蕾发了这个文 你会做什么样的动作 结果他第一时间确实从大陆赶回台湾 我们想说赶快来安抚太太很好 结果没想到他是一步没事 然后还跟禁手挥骇 然后还坐那个外边车 他还拿手机 反拍媒体 然后你第一篇声明 大家等半天 第一篇声明等出来是等到这种声明 那我心想说 那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还是真的自以为说 一切都是你说了算 你有舆论 你有团队 你有可以营销操控的团队 去带整个风向吗 去营造李靖蕾 他真的一切都是无中生有吗 结果没想到李靖蕾 他就PO一个很简单的未读简讯的截图 果真嘛 王立宏就说 我吴江那一栋给你 你赶快立刻 而且他那一段都是英文 他说你赶快出来道歉 他说你因为太难过了 然后这些都是无据指称 所以呢 这些都你道歉这样子 大家如果仔细看那个英文 那个英文全部都是起始句 起始句是什么意思 老子叫你做你就做 这样 那个英文是长这个样子 他没有任何please 或者说任何低头的样子 他第一时间还这样 那李靖蕾不理他嘛 还是就就事论事 他就是平平稳稳的就事论事又写出来 好最后最后最后好不容易 所以又等到你第二篇声明了 你第二篇声明 除了像刚才薛维哥讲的 你是抄人家行销的那些指导 写出来的东西之外 第二你竟然说 什么我会好好照顾我们 我会尽可能 他用尽可能 我印象非常深 尽可能照顾我们的孩子 经济上生活上尽可能的照顾 我现在想说 我现在想说 对这种东西你为什么要发声明呢 这种东西你何必发声明 你离了婚三个小孩子 你本来就一定要照顾 怎么叫做尽可能 再来吴江这件事情 吴江你说要过户给 过户到你们正在住 吴江这个房子你早就 人家正在住的话 你早依你的财力 你三十几亿 四十几亿随便 你之后还继续赚就可以 依你的财力 你过去根本是小菜一碟而已 那你讲了一步好像说 反正就是你这样子搞 那我就过给你 你不要再啰嗦了这样 讲了一步这样就算了 再来大家仔细去探查 才知道说 吴江那个房子 是登记在法人的名下 如果用法人的方式 过给李敬蕾 他不会征收赠与税 但是他会併到 李敬蕾的综合所得税 人家已经算出来了 李敬蕾要负担1.6亿 再来那个吴江 你上面有没有设定抵押权 你那个如果到时候 你说过户房子给人家 然后房子到时候被拍卖 他拿得到什么 根本拿不到东西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过户 你什么东西都没有讲 就随随便便一个简单的东西 李敬蕾写了那么多血类的长文 你随随便便去操一个行销的东西 然后来应付交代 根本就是完全不负责任 然后说什么都是你的错 你当然很错 你现在还造成什么 人家Yumi还去什么吞药 也不知道是吞维他命 还是吞真的药 我跟你讲 Yumi你真的不应该 你真的是 如果你真的吞药 你不应该这样子 不应该死 这个是非常不鼓励的行为 因为该死的真的不是你 那是谁我就不说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李一真 有多生气的那种感觉 李一真的生气呢 某种程度除了这个以外 李一真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后来又岔出来一个新闻 说你去蹭什么热度了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 我真的是快把我气到一个不行 就是一直以来 我都是在我自己脸书的版上 写东西 那因为这个事件 那因为很多新 可能造成很多回想 就像我刚第一时间讲的 因为很多网友都在敲碗 希望看我的意见 那其实我写的文章都很短 都差不多不到20个字而已 但是很奇怪 就是回想会一堆 然后就是会有很多共鸣这样 所以有些记者看到他们就会去吵 就是会变成新闻这样子 那会有人说趁热度 我在想 因为我后来我自己有去探查 应该就是确实 可能是王力宏你们那边的 就是有一些行销团队的点子 因为呢 我在礼拜一的下午 我接到一通电话 他自称是台北律师公会的人 然后他打电话来我事务所 那因为我礼拜一一整天很忙 而且我在评论这件事 因为我要处于中立的立场 我早就声明说我不接受任何采访 我也不接受任何通告邀约 因为我想要依我自己的心意 而且依我的判断 然后去导正这个社会观念 我想要好好放心的去评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一直写一直写 然后都一直造成回想 结果我就收到 事务所就收到一个电话说 他是台北律师公会的人呢 然后他就说叫你们黎一真律师 不要再PO文那么过分 然后呢 就是说这什么违反了个资法 然后否则的话会要查我 也要查我的事务所 我心里想说 好 有人这样子来施压了嘛 那我就直接打电话去台北律师公会 我说请问一下 听说刚才三点多的时候 有一个自称很生气的男子说 叫我不要发文 我想要了解一下说 我到底是为什么不能发文 然后呢 要不能发什么文 那为什么要查我跟我的事务所 后来律师公会去查了一下以后 他们去问了所有男性的工作人员 工会的人 他们说没有人打这个电话 这怎么可能工会要打这个 那我就说 那是不是李监事有做什么决议 因为李监事都是一些 德高望重的一些律师嘛 然后做什么决议 或是李监事有什么意见呢 他说不可能耶 因为也不可能李监事做决议没有听说 然后或者说李监事本人也不可能跟律师这样子讲 所以呢 想也知道就是有人不想要我继续发文了嘛 好喔 我很听话喔 我就不发文了 那我就来上深圳有词啊 我直接在这里讲嘛 是不是如你所愿呢 那我们大家来讲清楚嘛 就是这样 那至于我评论事情叫做称热度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玩耶 因为我是在我自己的粉砖评论事情 那所谓的称热度 就是现在这样 我来上深圳有词 我就在称热度 你怎么样 对 真真的 对 千万不要惹到李监事 你平常看他在发言为一些女性前运讲的那些 你大概就会知道他对很多事情一些心态跟看法 可是这件事情 是美 刚才讲到说 为什么李静蕾他会这样子 刚才佩颖有讲到 你长期来没有办法忍受的这些 他也都忍了咬着牙忍 可是到后面走的时候你竟然还这样对我 可是你还记得吗 一开始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讨论过说是什么婆媳问题 说那个风向感觉上就是因为李静蕾太难搞了 那个音乐圈里面的人 当他结婚以后 他想要把王力宏的经济权拿过来 可是他这里面又不熟 所以会不会造成这样一些结果 那时候有一些这样的新闻 对 那个也是要带一些风向吗 我们就从李静蕾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大部分是从王力宏的角度 从李静蕾 李静蕾16岁的时候认识王力宏 这是双方他们都有说 然后王力宏意思说是在一个演唱会 的确李静蕾显然当时都喊力宏歌 因为他们年纪上有差距 然后之后他们开始交往的时候 当时王力宏37岁 也就是那个要回去跟爸妈报告 女朋友月经什么时候来的 那时候的王力宏 你可以想象王力宏是22岁的时候 被台湾最大的一家唱片公司 签下来 那又只有22岁 所以所有事情 所有的这个费用 就是表示他的酬劳 都是进妈妈的口袋 所以当时就成立了鸿燊娱乐公司 那这个鸿燊娱乐公司的代表人 是妈妈 所以吴江其实真正能够有权力决定 就是王妈妈 那所有的钱都是妈妈在管 甚至于他们到去校园演唱 王力宏不想去 最后一天很累 有时候大学生就会闹情绪 那他又不敢讲 因为他不能耽误 因为你知道 学生都在那边等他了 唱片公司都已经排好了 工作都准备了 你人没有来 王力宏常常这样 是妈妈出面说帮他请假 经常是王力宏出状况 然后妈妈就想办法 然后王力宏要录什么歌 妈妈要先听 王力宏所有行程 妈妈先看过 然后妈妈有严格禁止 歌迷给的任何食物水 王力宏不准碰 王力宏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也都要往妈妈同意 一直到他37岁 所以王力宏到37岁 其实没有恋爱自主权 没有财富自主权 钱其实在妈妈身上 所以那个时候 李静蕾在这个文章也都有提的 他说王力宏利用了他的同情心跟爱 因为他眼睁睁的看到王力宏得了忧郁症 这个是他文章写的 然后他觉得他好可怜 好可怜好可怜 你知道女人都有圣母情结 都觉得天哪 优质偶像 但是生活这么的不堪 所以他嫁进去之后 王力宏就给他成立了火力全开娱乐公司 李静蕾是负责人 所以是王力宏要把李静蕾推在前面 跟后宫甄嬛传是一模一样 因为王力宏其实是希望 他的妈妈不要再管他了 他不敢讲 他要让他的太太去弄 弄这件事 所以李静蕾不是讲 在整个家里面 他就是一个棋子 他就是黑脸 所以你知道吗 李静蕾可怜到 那时候王力宏 我讲个小故事 王力宏宣布结婚的时候 有一家就是习品公司 好像就是有 跟他有一个合作 他订了那个习品 结果消息走漏了 有人就讲说 王力宏订了这家 那王力宏可以火大到 因为他在大陆 大家就称他矿泉水 矿泉水就是不能有杂质 那他觉得又说 矿泉水不能有杂质 你敢喝有杂质的矿泉水 那他现在 现在叫墨泉 你敢喝墨泉 所以他火大 就把那个喜饼给退了 退了 然后你知道李静蕾 李静蕾常常要 帮他收烂摊子 李静蕾就去弄了 一个烘焙坊 然后自己手做饼干 各位记得那个画面吗 手做饼干上面 还有这两个人的 英文名字 然后就在人前吃饼干 啃那个甜的饼干 然后甜到大家都 你知道得糖尿病了 就类似这样画面 久而久之王力宏 其实脾气很不好 因为他被妈妈宠坏 他也没有生活的能力 那谁来取代王妈妈的角色 就是李静蕾 所以所有大小事 而且李静蕾那个时候 被王力宏的粉丝封了一个封号 叫做铁血雷后 你知道李静蕾对这事情很生气 因为他今天会这样做 其实是后面这个男人 一直推他 推到什么地步 所有的新闻稿 以前都是王妈妈在把关 现在是李静蕾 一个字一个字的 要王子同意 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 八年练一把劍 那个新闻稿 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那我知道了 王力宏后来的声明 就是因为李静蕾 没帮他看过 所以措置两边 不是 你知道新闻稿为什么这么差 各位 王力宏的公关文胆 经纪人是谁 是李静蕾 李静蕾现在 跟你站在对立面 所以很多人都说 王力宏的团队是死掉了吗 是睡着了 不是 他的团队24小时作战 是在那边作战 是在对面作战 那边 那边 所以 而且我觉得 最后让李静蕾爆发声音 你知道他连离婚这些事情 这个声明他是同意的 因为王力宏跟他保证说 你放心 我有团队 我都营销好 什么都准备好了 网路评论 不好的都删掉 放心 结果新闻出去说 是婆媳问题什么 就是刚刚讲的 讲的我李静蕾是个 好问题都在我身上 过分恶习 说我是恶习 所以他希望王力宏 替他去声明 王力宏不愿意 但是 Yumi的那个消息一出来 王力宏立马说告 你知道女人 有时候会是在 一种最后最后 你知道我相信李静蕾有 对他的老公有情分 因为他真的觉得他很可怜 躺在地上不能动的王力宏 可是当他看到说 我跟你求援 我都答应离婚了 我拜托你帮我去澄清 你说没办法 然后Yumi这个事情一出来 你立马就说我要告 要澄清要什么 那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所以最后就整个翻盘 然后再讲一件事情是 你知道王力宏 多扣谁 他回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 我反正有中国的市场 我有在怕 所以他为什么要用西村美字字 这的确是 李静蕾的日文名字 他是要攻击这一点 所以他那个文章丢出去的时候 我认为是可能是大陆的 什么什么的团队里面帮他写 所以他是有点简体字翻过来 错字脸片 结果他 你知道他蠢到 他这个文章丢出去的时候 是一片骂声 而且 两岸一直以来 就是你骂这个艺人 那边就捧 那边骂我们就捧 两岸是一直不同调 两岸多年来 第一次手牵手 打王力宏 这是有歌 他没有想到 整个 你知道中国大陆粉丝炸锅了 就一直骂 你知道他那个当下 他去找公关团队 是在台湾找 王力宏找 就放弃台湾市场 你知道我有朋友的公关团队 被他找到 然后我朋友的团队 他们开会就说 王力宏没救了 不要接 所以他才会去抄 那个网友的文章 就知道一个王子 已经到时候已经荒 荒诞到这种地步了 我相信他先应该找到公关团队了 好 我不知道是谁接了这个烂摊子 不过对李静蕾来说 一个小女孩的成长 成也这个男人 败也这个男人 今天他这五千字的出师表 是谁训练的 是王力宏 今天他知道替自己争取权益 我没有要你一毛的赡养费 6.6亿是我工作所得 是谁教导他的 是王力宏 王力宏今天把他推出去 去对付那个皇太后 所以他们为了那个房子 争到最后 皇太后还不是投降了 给你 拜托你 五江送给你 立马过户给你 你知道这个故事好疗愈喔 这整件事情 其实你说两边之间 从雷神七锤到洪荒之夜的对垒 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 刚才那个雷神七锤的那个资料 李静蕾 当他po出一篇 就是王力宏 一个简讯 说叫他把房 说你只要承认说你是什么 白话一点 就是你是 你才会写出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反正就只要承认这些 吴将我就给你 其实从王力宏传了这篇以后 整个事情大概就决定了 对啊 你怎么会传那样的一个东西给对方 林卫宜甄 他的团队 他只要有公关团队 他只要有律师在旁边 打死都不会让你去传任何东西 人家都已经发了 这么样的措辞的五千字文 然后你发一个简讯说 好了 你就承认是你的问题 你脑子有问题好不好 那我就把房子给你 李静蕾什么都不做 他都要把这篇一po出来 你告诉我 所有人看了什么感觉 从这篇出来以后 整个事情就结束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王力宏虽然跟李静蕾 下一起生活八年 他根本不了解他老婆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嘛 就是当初就坐实的就是 来你就帮我生孩子就对了 对不对 不过王力宏这件事情 我真的要感谢王力宏 为什么 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老婆觉得我是男人中的疾病 对不对 我也必须要跟我老公道歉 你真的太好了 都是我太刻薄 真的 对 佩颖刚前面解释的时候 大概就能让大家理解 就是王力宏 为凡人所不能为的之事 因为我们都很难想象 好 那如果是这样 可是你看那整个过程 他们确实也找过好几个心理諮商师 对 然后那里面也说 那王力宏是不是有自恋性的人格 甚或什么姓陈寅 什么都 都讲出来这些 那找心理諮商师 可是为什么看起来对这个婚姻 并没有起多大一个作用 因为其实我在看他那个整个发文 就是因为 就是王力宏他被诊断什么 其实是李静蕾说出来的 对 所以这里头的真实性 我还是要先打个问号 不过他后面贴的那个文章 那个信件 我其实就蛮感兴趣的 因为其实我真的也有这种自恋性 并且会对太太家暴的 这种就是案例 我听到我们同业 其实就有接过 然后这个家暴是怎么样 因为家暴 然后太太要恕请离婚了 然后先生就觉得 你怎么可以离婚呢 不可以 好 那我就答应你 我去找心理諮商师 这种心了吧 结果你知道当心理諮商师 要跟这样子家暴的先生工作的时候 最重要一件事你要干嘛 就是你要承认你有家暴的行为 你要承认你的行为 造成婚姻当中另一半的伤害性 这个叫做工作 可是这个家暴男基本上就会觉得 没有 我没有要你工作 我要你告诉我 其实我没有问题 是我老婆导致我情绪失控的 我要的是这个东西 可是当他如果遇到这个人 没有办法给他这样的答案的时候 他就会跟那个諮商所讲说 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个諮商疗效不好 帮我换人 然后他就会换谁 换年纪更之前的 因为年纪更之前的 比较好操控 其实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里头 我觉得在这个諮商当中 一个是我真心觉得他们的关系里头 权力太不对等了 权力太不对等 然后去到你的諮商关系里头 你也在諮商关系当中 你要展现你的权力啊 继续展现啊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平衡 所以导致他们关系到后来 其实在諮商也是没有效果的 OK 那一珍 最后我问一下 如果你是李静蕾他们这边的律师的话 现在这件事情结束了吗 你刚刚讲的意思就好像说 就算房子给了 感觉上也不见得是真的 对李静蕾有什么样太大的好处 或是等于还是个未完结篇 那你会建议他怎么做 没有 其实就是最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说三个小孩子 我觉得这个案子的重点 还是这三个小孩 我觉得李静蕾会发这些文 他的用意就是 你都不管 你不管家人就算了 那你不管前妻就算了 你三个小孩子 你都是缺席他们的重要日子 然后你都不管 那离婚之后 你更可以理所当然的不管了 那但是这不是正确的 因为离婚以后 双方都一定要当友善父母 你一定要定时的探视 不是丢了钱 我就尽了责任了 我就是爸爸的责任 你还是要跟孩子相处 孩子还是必须要维持 他本来就没有权益 就是说因为父母离婚 他们的权益就要受损 他还是需要在一个安定 安稳的这个环境成长嘛 所以呢我觉得李静蕾 他应该是要去跟王立宏 确认说那日后孩子 是不是都是我来照顾 孩子有很多事情要决定 是不是都保留我决定 因为我可能跟你 没办法沟通了 你这样子对我的攻击 那是不是有一些重大事项 就交给我来决定 那再也就是说探视 你什么时候要来看孩子 怎么样 什么时候要把孩子带去过夜 都要讲清楚 因为把他定下来 再来就是抚养费 你到底要给多少 我们要把他明定下来写清楚啊 你到时候又突然 一会这样一会那样 光你的生命今天是A 明天又是B 谁知道你会怎么样 我要写清楚 如果说到时候你又突然 反悔又不止 或者是说你之后又说 我就真本被你害了没工作啊 我拿来的钱啊 我摆烂啊 那我孩子还是需要钱啊 我就必须要去强制执行啊 强制执行你的财产啊 再来就是说你怎么样 跟孩子相处嘛 你什么时候要带孩子回去嘛 这些都要定下来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说 吴江到底是不是你说了 这个算呢 因为听说是在一家公司的名下 股东会不会同意呢 还是说你干脆就把钱掏一掏 吴江4.8亿嘛 你就换现金直接给前妻嘛 这样比较干脆啦 OK 对 听起来有一点点讽刺的是 王俊宏有帮小孩做一首歌 他在做的很多歌里面 也有是帮小孩做的 但是媒体现在讲说 你帮小孩做歌以外 当小孩成长的过程 这是李静蕾说的 很多成长过程的重要时刻 你是不是陪在旁边 这两个听起来到现在再回头看 当然都会有一些 让人不声唏嘘的一些感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觉得雷神之锤就此嘎然而止吗 还会再往下 继续发雷神之锤文吗 对王力宏来讲的话 整个事业真的都结束了吗 那圣或旁边所出来的 不管是其他被点名的一些人 这些事也都完结了吗 还是我们继续看下去 不知道就看这几天发展咯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 甚至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